俄乌戰爭最近進入新一波的激戰 正讓大家以為俄羅斯總統普丁 正在為戰事運籌帷幄的時候 烏克蘭的國防部情報總局局長 最近受訪時他卻爆了一段 非常驚人的言論 他說普丁最後一次被大家看見 是去年的6月 暗示著普丁過去一年多 公開現身的場合都是假的 都是替身嗎 但大家也覺得很奇怪 替身怎麼有辦法騙過世人 那為什麼要騙 難道普丁已經不在人世了嗎 我覺得不可思議的家民 一年多來 我們看到的普丁都不是普丁 真的假的 這個東西就叫做我們眼睛業障重 都是假的 不過普丁在最近 昨天他其實才在俄羅斯 接見了土耳其的總統艾爾頓 當然他們討論的重點是在於 就是黑海古物協議 因為當時在2022年 其實就是艾爾頓居中來協調 那是完成了這一個協議 雙方也都已經簽訂了 不過在今年7月 烏克蘭要進行大反攻的時候 俄羅斯團想說不完了 我不要再繼續跟你續約這個協議 那你現在當然局勢比較緊張了 所以艾爾頓又趕快出面 希望來進行調解 希望能夠趕快恢復國物協議 不過當然這個東西 對全球的糧食來說是很重要的 不過今天大家都在討論的 不是說這個黑海協議到底要不要繼續 而是大家在討論說我看到的普丁 是真的普丁嗎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這個 烏克蘭的情報總局局長布達諾夫 他接受媒體講的這段話 真的太讓大家覺得不可思議了 因為如同剛剛明君所說的 他在受訪的時候講到說 我們最後一次普丁最後一次被看到 是在2022年6月26號算一下 已經隔了一年兩個多月了 一年兩個多月 其實情報局長口中說的 他掌握的情報一定最準確 對 沒錯 而且他這樣講的時候 你看這個受訪的畫面 這個組成其實他也覺得 不可思議 怎麼可能 你講的東西真的嗎 可是我每天看到普丁 都活掉掉在那邊對不對 所以他就問說 他就直接問了 開門店長問說 那普丁還活著嗎 那這一個布達諾夫 他就講說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然後你就回答 是活還是死不就好了 對 所以他就講得很含糊 那不然我換個方式問 那普丁如果都是假的的話 那普丁要不是過世 就是健康狀況很糟 我覺得這個機率比較高 也有可能 那布達諾夫講說 但是也有可能 或者是他不想要出現 他講說這個可能性非常的多 就是沒有給大家一個 非常明確的一個答案 那他也講到說 我們認為至少 普丁有三個替身 而且都經過精細的整容 整得跟普丁長得一模一樣 所以很難去判斷 不過大家回想 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是去年四月份 其實那個時候就傳出說 普丁的身體狀況 已經有一些問題了 有沒有 看到手會不自覺的 這個抖動 所以就覺得說 他可能罹患帕金聲勢症 對不對 有那種感覺 對 甚至包含在開會的時候 你看他的手必須要是 扶著這個桌子的邊邊 他才有辦法穩住自己的身體 所以在去年四月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說 普丁的身體狀況已經不好了 而且布達諾夫不是說我嘴巴講講 他還拿出了很多證據 告訴你說 你看到的普丁真的是假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他說2022年7月份 也就是他最後一次看到 之後普丁他去哪裡 他出訪了伊朗 那這次開戰之後呢 吾爾戰跟開戰之後 第二次出訪 他去伊朗 但是重點是 看這個下飛機的一個畫面 大家就覺得說 這是有蹊跷 你平常看你就覺得還好嘛 普丁下飛機有什麼大不了 對不對 但是別忘了 剛剛講過 四月份的時候 他身體狀況已經不好 他開會要 要捏著這個桌腳才可以 但他下飛機他還用跳的 對啊 因為最後一階 這個距離比較快 他跳下來 對 他健步如飛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你普丁之前 不是身體狀況不好嗎 那你怎麼可能 七月份出來 你還可以這樣 健步如飛 而且我們前一個畫面講 他兩三個月前 接見這個外賓的時候 有一點點怕金聲勢症 走路不是很穩 怎麼這個時候 突然可以跳下飛機 對 所以就覺得說 你這個身體的狀況 看起來你就不是 原本的普丁 所以就懷疑說 這個有可能是替身代打 替身代替他出訪 好 那除此之外 那總有些 我們人的習慣 是改不了的 對不對 明天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帶錶的習慣 一般來說 我們錶通常是戴在 我們的左手 對不對 除非是 你掛上手是左手 你才戴在右手 對 普丁他的手錶 是戴在右手 那所以他看時間照樣 你是要看右手 對不對 但是這個畫面 你仔細看 這個普丁 他要看錶的時候 他是習慣 看他的左手 就跟你我的習慣一樣 可是左手 沒有東西要看什麼 所以他的習慣 你仔細看就這畫面 低頭看了一下 發現 不對不對 露線了 沒有手錶 對不對 有點尷尬 有沒有 就是稍微抓抓頭 他手錶在右邊 對 他手錶是在右邊 所以這個小習慣 你如果是習慣的話 你不可能一輩子改不掉 我看錶 我也不可能去舉起我的右手 我一定是舉左手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人可能顯然不是普丁 替身 對 替身一號 這個習慣上面來說 就露線了 那另外外面也去比對了 很多普丁的一些照片 發現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來仔細看 這三張照片就好了 這都是在2023年 包含2月 3月的這個畫面 你看 光看側面的下巴 你看 這個下巴看起來比較還好 比較熟練進去 對 有線條 對 但是到3月份的時候 這個下巴 雙下巴就突然變得很厚 那到了這個隔天39號 這下巴又長得不一樣 這個針對雙下巴 尤其我們這種有雙下巴的人 我們更可以告訴大家 雙下巴不是一夕之間 就可以讓它變出來跟變不見了 因為變不見特別的困難 對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有可能就是不同的人 對不對 雖然長得都很像普丁 再來 再仔細看 這更仔細看看它的側臉 發現你看 它在耳朵旁邊的這個特徵 也不太一樣 包含在它這一個 耳洞下來的這一個的開口 還有在旁邊的這個皺褶的部分 變得不太一樣 耳垂形狀不同 對 耳垂形狀不同 另外還有包含鼻翼也好 還有在這個鼻樑中間的這個特徵 這兩個人看起來也不太一樣 就再怎麼沒辦法整得一模一樣 對 所以就變成就是想說 這可能絕對是不同人 那到底普丁有多少替身就不曉得了 那之前其實就有傳出說 普丁有替身的這個傳聞 是在2015年是傳得沸沸揚揚揚 我早就有替身了 對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普丁竟然有辦法 同時間出現在兩個地方 什麼意思 2015年的某一天 普丁其實應該是在克里姆林宮裡頭 去接見一個俄羅斯聯邦社會院的一個代表 那包含慶祝一些公開活動 對不對 但是卻被人發現 同一時間 同一天 他在幹嘛 他在度假 怎麼可能同個時間 他要在兩個地點呢 對 所以大家就講說 那你其中一定有一個是分身 你到底是在客公那個是分身 還是去度假那個是分身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分身 本人應該是在度假 本人當然會過得比較開心一點 不過克里姆林宮講說 沒有沒有 度假那個是之前拍的 不是當天拍的 去博士有替身的一個傳聞 那至於替身的傳聞這件事情 普丁其實曾經被問過 他也是否認了這件事情 普丁那個時候在 面對媒體訪問的時候 就聊到 問他說那你有沒有替身 普丁笑一笑 他只講了四個字 叫說我是真的 他就說我是真的 那表示說他也不否認說 他有替身這件事情 但他也講到說 其實在1999年到2009年 這十年之間 因為俄羅斯跟車程的關係 是比較緊張的 所以當時他的幕僚 克里姆林宮的人 就建議他說 你要不要用替身 保護你的安全 不過普丁是說 不用 我不用替身 我就我自己就好 因為俄羅斯人 喜歡有這種強硬 硬漢形象的領導人 所以他說不用 但是現在看起來 真的不用嗎 克里姆林宮 在這個狀況之下 會不會真的 起用的替身呢 好 如果說領導人 有殺身之禍的話 有時候有替身 是比較一個合理的方式 那講到 大家最想追殺的一個人 可能是過去的 這個納粹的領袖 希特勒 嘉明他一定是有替身 他替身之多 對 沒錯 希特勒其實在二戰期間 就是全世界 眼中的一個大惡魔 這個不害猶太人 真的讓很多人 恨得牙癢癢 那當然希特勒 其實他當然也是 為了避免自己 遭到這個刺殺 遭到針對 所以他那個時候 在剛開始 他就要求這個秘密警察 要物色三名替身 那來幫他找 這個替身人是誰呢 就是他 這個叫做 秘密警察的頭子 叫做希姆來 那他其實主要就是 掌管秘密警察 這個組織的 他當時從全國 去找了三個 要身高啦 替身啦 那另外還有就是 你長相要跟希特勒 長得有點像的 我們才好去幫你 就梳妝打扮 看起來比較像替身嘛 而且他把這三個人找來做 就通通把他關在一起 關起來 因為我不能讓你 隨便亂跑 你出去跑 人家想說希特勒 在路上跑怎麼辦 我就通通把你囚禁在一起 囚禁在你頭要幹嘛呢 要求你 看希特勒的影片 然後學習希特勒 走路 整個服裝 講話眼神 種種他的習慣 你都要複製得 一模一樣 而且包含 講話的聲音 也要訓練 那當時 要訓練到什麼樣的地步 要訓練到說 你身旁的秘密警察 是沒有辦法分辨說 現在走過來的 是真的希特勒 還是假的希特勒 你才算是訓練完成 就連最親近的人 都分不出來 才算合格 對 沒錯 而且他把這些人 安排在哪裡 安排包含在慕尼黑 包含在柏林 等於說在不同的地方 我隨時都有一個 UBI的替身 只要希特勒 今天在慕尼黑有行程 就你去 你就派替身去 尤其最常安排在 就是這種大場合 那種閱兵 或者很多群眾的地方 原則上百分之百 都是替身 而且這三個替身 沒有名字 只有邊號 你是一號 你是二號 不過還是有些綽號 包含叫什麼小威力 老碧斯麥 布奇等等 就是這些 這些替身的一個代號 那結果有一次 真的 其中剛剛講到布奇 他的綽號 布奇他就代替 希特勒出任務了 他就到這種 有群眾 要歡欣鼓舞 要跟群眾近距離接觸 搭著這一種敞篷車 游街的時候 就他這樣揮手揮揮 突然覺得 身體有點痛痛的 感覺好像什麼熱熱東西 流出來 那之後直到這台車 開到了建築裡頭去 一看才發現說 我的肩膀流血了 他中彈了 他中槍了 所以那個時候 他等於說是有人要愛殺希特勒 但是他不知道 被打到的其實就是 是假的 那因為這個布奇 他幫希特勒擋了子彈 擋了一次的殺真之禍 所以這個布奇還獲得了 休假三個月 還有五千塊馬克的一個獎勵 表示 的確需要服復一下 對你有苦勞 也有功勞 另外還有一次是在1938年 那個時候希特勒到慕尼黑去 那時候在酒館裡頭被人家看他 說他喝一喝突然 我擦出自己的脖子 覺得很難過這樣子 結果過沒多久 他就倒地了 結果縱使後來趕快醫生來 結果也救不回來 所以他在討論說希特勒死了 所以包含這小酒館也好 當地民眾要討論說 我們元首死了 但是說也奇怪 過沒幾天希特勒又正常出現在 柏林的一場閱兵行動上 所以他知道說 那當時死的又是替身了 可能又是假的 所以現在根據統計 包含他在二戰期間 被傳出這個被打死兩次 加上這一次等等 前前後後替身替了他 死了有四次這麼多 那現在FBI也解密 到底希特勒有多少個替身呢 FBI解密 希特勒替身總共有幾個 總共有14個這麼多 14名的替身 對 所以等於說 你出席一些公開場合等等的 就是這14個人輪班上 那有時候就是派出不同的地點 那所以也就是導致說 在1945年 就二戰結束的那一年 蘇聯紅軍殺進了 這個德國納粹基地 跑到這個元首地堡底下 發現希特勒還有一具膠石 等於說兩具的遺體在這邊 那大家想說 那我找到希特勒了嘛 對不對 大家還在那邊拍照 想說這個希特勒死了 拿照片對照 有沒有 照片上這個嘛 照片地上 有沒有這樣 我就對著這樣拍嘛 沒有問題嘛 這就是希特勒嘛 對不對 但是時候發現 這一句我們看到的 經過檢驗不是希特勒本人 這個人是誰呢 他是一個猶太人 叫做克勞斯 他是這個七號替身 那另外旁邊 我們講到還有一句 稍微的一個交識 之後去查證 也不是希特勒本人 是誰 他是四號替身 一個波蘭人 叫做希利普 所以為什麼之後 我們再講說 希特勒的死亡 真的是個謎團 他到底跑到哪裡 跑到阿根廷也好 跑到南籍也好 到目前為止 都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謎團 當然我們講到過去 你這種獨裁國家的這種元首 害怕暗殺需要替身 這個石油索文 包含史達林也是 但是其實在我們 在中國來講 其實也有一個人也用過替身 這個人是誰呢 這個人是蔣介石 蔣介石那個時候 當然因為國共內戰的關係 他也有人身上面的安全 因為他要南徵北討 打仗也好 開會也好 就很怕被人家刺殺 所以他找來一個人 你看這個開雙框 左邊是何雲 右邊是蔣介石 長得一模一樣 長得根本是一模一樣 他們兩個 其實過去是同學 他是蔣介石的同學 長得是同學 而且當時 蔣介石安全事主任 一看第一眼看到何雲 就覺得說 怎麼有人跟蔣介石 長得一模一樣 所以你就決定說 那你來總統府 你來學習 你來扮演蔣介石的一個替身 所以他就跟在總統府裡面 包含學習 蔣介石喜歡吃什麼 不喜歡吃什麼 他的生活習慣 言談 舉止等等 都要跟蔣介石一模一樣 那甚至在一次 閱兵儀式上面來說 當時就由何雲來代打 代替蔣介石來出席 那個場子不是說 只有蔣介石出席 包含蔣宋美玲 也就是蔣介石的夫人 還有蔣經國 蔣介石的兒子 通通同一場出席 重點是蔣宋美玲 跟蔣經國都認不出來 說眼前這個蔣介石是替身 所以你就知道說 扮演得多麼多麼的好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包含你說希特勒也好 包含蔣介石也好 他們都有替身 那現在大家最想知道的是 普丁到底有沒有替身 我們看到的到底是真的假的 如果是假的 那真的普丁誓生誓死 其實也攸關現在 國際局勢的變化 三國演藝當中的故事 流傳到現在還是不朽的經典 那小說當中有描述一段 諸葛亮在北伐途中 積勞成績 最終病逝於武藏圓 據說諸葛亮死的時候 嘴裡含著七粒的白米 背後跟星象樹有關 他要創造出續命的假象 可是現在社會中 到底有沒有續命的法術呢 所以有一個據說 用續命法術用的最終是 賭王何鴻森 他本來不可能活到98歲 靠著續命的法術 多活了好幾年嗎 我們先來講諸葛亮 諸葛亮這個我先講一下 這個諸葛亮現在很多對岸 在研究諸葛亮 他裡面隱藏的一些上古倒數 這些秘術的話 好像是真有其事 大家要參透他 所以現在對岸真的是引起一個 秘術的學習的一個重點 好他講說三國演藝裡面記載說 諸葛亮在北伐的時候有沒有 因為積勞成績 北伐那麼多次 五次北伐對不對 六出其三 要打得都沒辦法 都還是到最後 這三次起死 撞不住對不對 後來優勞成績之後 他那時候夜觀星將覺得說 自己可能沒時間 時日無多 那怎麼辦 帶了這麼多軍隊來的話 你要讓他們安全回去 因為他當時的對手是誰 是司馬懿 是全世界最尖詐的一個 蕭雄你知道嗎 好 那怎麼辦 他就想辦法說 我總要讓他們先撤吧 他就用了一個方法 他說口含七粒米粒 而且腳下點一盞明燈 就他死的時候 你不能給他馬上下葬 要把他弄在椅子上之後 腳點明燈口含七粒米粒 嘴巴放七顆白粒 對 他們講說這個方法的話 可以讓將星不醉 因為他的魂 靈魂 會起來 會正起 讓那個將星不醉 所以那個司馬懿想說 你天上流星不是告訴我說 諸葛亮已經死了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祖星閃爍 還是沒有滅掉 所以他就一直擔心說 到底諸葛亮死了沒對不對 因為司馬懿說實在話 他的個性深性多疑 既然你祖星沒有滅 我就不然冒然出兵 出兵到時候被打了怎麼辦 所以後來他才發現 到最後那個諸葛亮的軍隊是什麼 後再先行 一迎一迎後退 完全撤走之後 司馬懿才說我被騙 原來諸葛亮已經過世了 對 他只講了一句話 諸葛亮死乃其才也對不對 好 那個時候諸葛亮其實說真的 你說他在死之後 他說他降星不醉對不對 他用了這個法術 可是他之前還有努力過 努力的方法是什麼 七星續命術 所以努力過是說 不要讓自己這麼早的離世嗎 用什麼方法 像上天祈求能夠延壽一祭 一祭就十二年對不對 讓他多活十二年 搞不好他北發就成功了對不對 他用的是什麼方法 就是七星燈續命術 七星燈續命術是什麼 點七盞長明燈對不對 點在地上之後要對應什麼 天上的北斗七星 人家以前《搜神記》裡面講說 南斗駐生北斗駐死 所以你今天人凡受胎之後 是從南斗過北斗 所以你在在世的時候 有所祈求的話 都要向北斗星祈求 所以對照北斗七星的形狀 擺了七盞燈對不對 裡面有一盞祖命燈 那怎樣 這個七天來 不能讓他熄滅 七七四十九天不能讓他熄滅 而且這個時間 你每天晚上還要在那邊 步鋼踏斗 圍著這個七星鎮在那邊繞 好啦 他就繞繞繞繞到最後 本來快成功了對不對 突然間有一天 軍隊裡面的叫做衛炎有沒有 竟然衝進來跟他講說 敵軍要來供我們的贏債 一進去之後就把這個祖命燈給踢翻 那時候諸葛亮就直見叹齊 就講說生死有命不可玩也 天眾英才這麼厲害的人 為什麼他點的七星燈續命 還是不成 後來後事就開始研究 你知道嗎 其實有幾種說法 我先講 這個衛炎踢倒之後 人家為什麼是衛炎 其實諸葛亮以前就講過說 衛炎反骨日後必反 所以他就覺得說 我一定要在那個什麼 蜀漢裡面的軍營裡面 查出來說這個反骨的人 到底有沒有真的如我所想的話 師通那個曹衛 所以他那個時候就開始用這個七星燈 果然你看 踢翻的就是衛炎 人家講說衛炎這兩個字 很有意思 衛這個衛就是曹衛 炎延續 就告訴你說曹會延續下去 就是曹操的衛我會延續的意思 對 那接下來這個衛炎這個衛 你要同音字叫做未來的衛有沒有 衛炎就告訴你說 你諸葛亮沒有辦法延續生命 所以就全部都細於衛炎因人 好 那另外一個怎樣 三國元一年還有一段 那個就是當初諸葛亮在南征的時候 那時候不是有六勤六眾夢禍嗎 在第七次的時候 那個夢禍就匯大 他找了南部一個烏歌國 他一個國王 國主 叫做烏土谷的 他很厲害 他訓練了一個叫做什麼藤甲兵 三萬藤甲兵 為什麼 為什麼藤甲兵厲害在哪裡 每個人出了身高九尺以上 身強屢壯 他們身上穿的那個藤甲 這是用當地的一種藤條製成的 這種藤條編織起來之後 浸到油裡面再把它晾乾 再浸到油裡面再晾乾 來回十幾次 花那麼長的時間 編織成的那個鎧甲有沒有 遇水 落水不沉 在水裡面它不會沉 而且遇水不濕 所以你看這種衣服穿在身上 又輕便又快 而且刀槍不入 所以很難對付 對 所以那怎麼辦 可是你知道嗎 諸葛亮那時候 其實遇到諸葛亮算你倒楣 為什麼 諸葛亮天生打仗 最喜歡用火 對不對 用火弓 那你這個藤甲 我不是剛剛講過說 要浸到油裡面再晒乾 晾在油裡面晒乾 所以你看這個油紙 是不是密布在這個藤甲上 是 他諸葛亮當時就把他引到 盤蛇洞裡面 盤蛇穴裡面有沒有 那個山谷裡面 地上布滿地雷火 天上再用弓箭一射 這個一火一燒 全部衣服燒在身上 你連來拖都來不及 火火燒死了 三萬藤甲兵就這樣 全部灰飛煙滅 那時候諸葛亮站在高處的時候 看到說 你們這些人哀嚎生騙野 這麼凄慘 他就講 所以他做這樣的壞事 他本來就知道自己可能活不久 對 所以他的壽命 就是因為這樣才七星續命燈 才沒有辦法幫他續命 好 那諸葛亮沒有辦法續命 對不對 那你看 因為人家講說 他那時候輔佐的蜀漢 蜀漢運勢往下走 天命不可為 可是有一個人 他輔佐的 是剛好是運勢往上的 那個誰叫 劉伯溫 我們以前常常講說 三分天下諸葛亮 對不對 一統江山劉伯溫 所以劉伯溫就是 比諸葛亮更勝一籌 而且他輔佐的對象 剛好就是如日中天 所以他也用了七星燈 給自己續命 他那時候在清田老家的時候 他覺得說 這個明朝已經要開始出現 一統江山 要趕走那個什麼蒙古人 對不對 所以他有必要在活12年 來輔佐朱元璋 所以他也用了七星續命燈 這個方法 幫自己續了12年的壽命 從商周時代延續下來的 這個七星續命燈 不只是諸葛亮享用 連劉伯溫都也用 還真的成功的續命 但到現在這個年代 要用七星燈續命 看起來有點像天方夜談 可是你不要說 我現在社會沒有續命術 最知名的就是賭王何鴻燊 我們一開始有講 其實何鴻燊 他真的高齡98歲才離世 其實他早就應該要離開人間了 其實他在2009年 那時候就因為跌倒 後來因為中風對不對 就導致他的性命摧毀 那個時候說真的 他們家裡面四太 現在傳出來的時候 可能是四太 有可能說他的看護 叫做一個鄧永詩的有沒有 後來又傳出一個五太爭議 人已經想像中風要死要死 竟然還有五太爭議 多了一個五太 真的是了不起 易於常人 不管怎麼樣 他的四太或五太 就找了那個當初在香港很有名 名人的那個什麼 御用風水師 叫做余智林的 就說不然你來幫我做一個續命的方法 他那個時候本來說是什麼 你可不可以用續那個什麼 七星燈續命術 對 有考慮過用七星燈續命術 可是他說這個不要亂做 這個說真的這價錢很高 而且說真的 這個時候如果做的話 他不一定承受得起 那後來你知道嗎 何鴻生用什麼方式續命 就叫做綜生機 綜生機是什麼東西 很多人都不知道綜生機是什麼 綜生機其實就是怎樣 生人墳 就是你生人生墓 活死人墓 對不對 就是你今天人還活著的之後 對不對 我就用一個墓穴 找了一個風水寶地 把你一些東西放在裡面 假死的意思 這不會觸眉頭 反而是一種假死的用意 人家講說你的冤親債主 看到這個墳有沒有 以為你死了 冤親債主就不會再來找你 裡面要放什麼 他就開始改運 就開始招好運這樣 那裡面放什麼 對不對 裡面很簡單 包括這個人的指甲 頭髮 或者血 血要滴 滴一些血進去之後 裡面還要什麼 補足他的五行 金木隨火土 那金通常都是龍銀 銅錢之類的 對不對 水晶 八色珠寶這樣 很多那個什麼 開運物就放在裡面 還有他的貼身衣物 寫好他的八字 深層八字之後 把他全部放在這個什麼 我們講的那個坎 一些骨灰壇 就是甲粉裡面 或者是甲小的棺材裡面 就把他葬進去 葬在這個風水寶地 那當然這個過程之中 還要做一些法事 怕被人家破壞 對 那後來其實這個風水寶地 很難找 你知道何鴻燊的這個寶地 聽說跑到廣東去找了 你知道嗎 高舟在一個水庫的 對岸的一個隱密的 在這個山上 才找到這個風水穴 後來你看 他人家後來 找到這個風水穴有沒有 歷的時間 剛好是賭亡 中風後的第18天 所以他種了這個生機之後 果然沒多久之後 鴻燊本來 行動不變 對 中風對不對 後來竟然還能夠 出席一些活動 所以你看 攙扶之下還能夠出席活動 你覺得這個有沒有道理 我說實在話 好像有一點用 就說真的 可是種生機真的不要亂種 你如果拿到那個鳳籃的線 要把你亂種 種不定 出事 像那個小田田公如新有沒有 就是到處種生機 他總共種了十幾個生機 可以一個人種這麼多生機 種生機通常是隔三年再種 可是他種太多 也種到不對的地方 陰邪入睡 所以他後來小田田 變得怪怪的有沒有 這個香港的小田田 那還有另外一個種生機 很有名的叫做謝霆鋒對不對 謝霆鋒也種過生機 對2002年 他那個時候就是因為那個車 開車有沒有 撞到了路邊的一個鐘有沒有 那個牌子那個鐘對不對 那個時候本來他撞了之後 應該沒什麼賠償就算了 因為他那時候要外國有一個傷眼 所以他急急忙忙跑掉之後 他竟然找了人家來頂包 這樣不對 後來被查出來說 你頂包對不對 後來這個案子 他至少坐牢一個月 他坐牢一個月 他如果一開始自首還沒 找人頂包就要入獄服刑 對 後來那個時候怎麼辦 一個月而且他這個形象大壞 覺得說你找人家來頂包對不對 後來形象大壞怎麼辦 他的家人就幫他種了生機 這個生機也算 謝霆鋒 你看 植木 有沒有 看看 可以這個虛相解惡 那說也奇怪 這個生機種下去之後 他這個案子本來要坐牢 10個月對不對 後來竟然說只判了社會服務令 你只要做一些社會服務 而且更扯論 那時候形象大壞 不是很多商人都不見嗎 隔年竟然還能夠復出 而且謝霆鋒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非常紅 對 從復出之後 一路宏大現在 嗯... 我知道 這一面 全部都沒看